有一句话叫做蜀中无大将 了化冲先锋 是说蜀国后期营无人可用 以至于只好用像料化这样的平平之人充当先锋 古代打仗 先锋都是一支部队最为优秀的将领担任 因为先锋部队一般都是最先皆敌 要想取得战争胜利 就必须齐开得胜先升夺人 从而提高整个部队的信心和战斗力 所以像料化这样能力平平之人 能够担任蜀汉国的先锋 只能说明蜀国已经没有了像样的将领 当然诸葛亮之后 蜀汉国已经没有进行过像样的大战 料化是不是先锋已经没有多少时机意义 但料化最终成为车企将军 进入了大将行列 却是不争的事实 现在认为这句话对料化不公平 因为料化不是平庸之人 那么 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理解这句话 和看待料化这个人呢 料化 自元简 本名纯 襄阳人也 曾任前将军关羽的主部 关羽兵败 料化成了东吴的胜利品 料化想回到刘备的身边 于是装死 当时旁边的人都认为他真的死了 因而他得以带着老母昼夜西行 正赶上刘备东征吴国 在紫规相遇 刘备非常高兴 任命料化为一都太守 刘备去世后 料化任丞相参军 后又任广武都督 逐渐升迁之右车起将军 甲乙福洁 兼任兵州刺史 逢中相侯 料化以国感刚烈著称 官位和张义相等 而在宗玉之上 蜀国灭亡后的贤西元年春天 料化和宗玉一道被内迁往洛阳 在路途中去世 三国之料化传 复在宗玉传之后 记载的事情不多 在其他人的传记当中 还涉及了料化的一些事情 诸葛亮举荐蒋婉为茂财 蒋婉推辞给几个人 其中有料化 曾经担任过殷平太守 铸成成崇山病故守 帮助江维迎接回胡王治吴代等部落 在与魏国的交战中 曾经单独率领一军等 仅要五年 江维率众出敌道 了化说 用兵如果不知道收敛 必定会自我毁灭 说的就是博约啊 智谋并没有超过敌人 而力量又比敌人要弱 用兵却没有满足的时候 这样又怎能存在下去呢 诗经说 我生得不早不晚 偏偏赶上这个时候 说的就是现在的事啊 看这份履历会让人有一种感觉 早期的料化 似乎更像是一个行政人才 就像诸葛亮 司马懿 陈群 杨一等人一样 当然 战争年代 行政性的人才也都是掌管军事 就像前面所说的人员一样 但这样的人才只会千军万马 可以 带领一军做开路先锋 似乎有所欠缺 所以 不管是作为官宇的主部 还是讲晚谦让的茂菜 以及作为殷平太守 料化似乎都像是参谋型指挥型 人才而不是冲锋陷阵型干将 诸葛亮北伐时期 先锋部队的大将多为魏妍 留在身边的则是杨仪 这两个人都为诸葛亮所重视 以至于不忍有所偏废 假如让杨仪去干魏妍的角色 杨仪倒不一定就干不好 但要是说他在这方面能比得上魏妍 恐怕谁都不会相信 这样一比较 料化作为前仙作战主将 还真是有点无可奈何的味道 当然 武将原为主部的人也不是没有 比较有名的是吕布 但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 我们还必须把料化 放在一个大环境当中来看看 属汉国在进入流产诸葛亮时期 真正能称得上是将军的人 不过是赵云 魏妍 姜维 马代和王平啊 赵云在剑兴七年去世 姜维是诸葛亮有意培养的接班人 是军队未来统帅的人选 后来担任大将军 马代和哥哥马超有些关联 这两人不能拿来和料化作比较 魏妍在诸葛亮去世后不久被杀 剩下的不是郡太守就是内侍 除了王平 属汉国还能找出一个真正的将军来吗 王平死于延西十一年 第二年 魏国发生了一件大事 高平林之变 三国历史从此有了一个大的拐点 魏国政权由司马氏所掌握 魏国军权也由宗亲贵族向士族手中过渡 将领也出现了中生代和新生代的梯子配置 如王陵 冠秋剑 诸葛代以及邓爱 忠惠等等 当然 这当中还有掌军的司马懿的两个儿子 再看看蜀汉国他们的大将在哪里 可以说 在魏延之后 蜀国能姑且称之为大将的也就那么三四个人了 到了江维成为大将军 他不用料话还能用谁 三国演义是一部尊流扁草的小说 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会被拔高了去写 但即便这样 作者也都找不出几个正儿八经的将军出来 正因为如此 作者只好让关于张飞早邀的儿子继续活下去 同时还不让赵云死 不是说作者就一定让五虎上将继续活在人们心中 实在是也没有别的办法 不写他们又能写谁 再说料话 简安二十四年为关于主部 张五二年被任命为一度太守 直到锦耀元年还是一个太守 他的才能又能强到哪里去 具体的比较一下 魏延 随刘备入蜀作战有功 被任命为衙门将军 建兴八年成为前军师征锡大将军 王平 汉中之战时从魏国投降而来 被刘备任命为衙将军 和料话自立职务差别不大 建兴十五年 王平督督汉中 延备六年成为前监军 郑北大将军 要知道 王平可是大字不识一个的 史书中还记载了一件事 说张义 料话并为大将军 当时的人总结说 前有王 巨 后有张 料 巨福这个人因数有战功官制作将军 被封为荡旗侯 应该是成为大将的时间比料话早 爵位也比料话高 张义在延夕元年为尚书 稍后升任为征锡大将军 这样一看 料话的才能又在哪里 只能说是蜀中吴大将这种窘况 让一个老资格的料话熬成了婆 即便这样 他还怕失去了这个位置 仅要四年 都护诸葛瞻开始统领朝政 料话路过宗玉府上看望他 想同宗玉一道到诸葛瞻住所拜访 宗玉说 我们都已经年过七十 所得到的已过多 只缺少一死罢了 为何要相求晚辈而登门拜访呢 料话的传记为什么要放在宗玉的船之后呢 主要的原因是没有事迹可写 这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 以上提到的大将 那一个都没有料话资历了 但任何一个人当大将的时间都比料话早 充分说明 属汉国但凡有人还真的轮不到料话 或者说 料话的才能可能并不差 否则 即便是没有人也轮不到他担当大将 但我们不可以孤立地来看待问题 假如不是属汉国人才出现了断档 为什么还要一个七十岁的老人继续带兵 上面提到的那个宗玉 延熙十年被任命为囤旗校尉 受到了车企将军邓之的嘲笑 宗玉回答说 您七十岁了还不交还兵权 我六十岁为什么不能接受任命呢 而料话恰恰是在一个该交还兵权的年龄 被任命为带兵的大将军 如果再把料话放在整个三国的大环境当中 无论是能力还是取得的功绩 他还就真的算不上是个人物 不过百分之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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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う 文化好了